目前世界上拥有量产五代机的国家,只有中美俄三家,中国的歼20和美国的F-2、35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-57,都是同级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。 其中中美两国的五代机,毫无疑问是同一档次的战机,俄罗斯的苏-57烧刺之。 首架第五代战斗机问世至今也有20多年了,美国积累了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技术。 不过,因为中国先后研发出了歼20FC档31隐形战斗机,让美国空军有关人士焦虑。 美国苦心积攒的技术优势,被中国弯道超车,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。 因此早在2010年代,美国空军就已经开始准备全新的六代机计划了。 而日本和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,已经宣布了联合研制六代隐形战机发动机的计划。 看来,现阶段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都在进行关于六代机研发的军备竞赛。 目前,美国在这方面可谓是遥遥领先。 美国空军的第六代GAT系化战机,已经完成了建造第一架原型机的任务,同时成功地进行了试飞。 而在今年,关于中国研制六代机的消息终于有了些许眉目。 第六代战机相比第五代战机,具有非常优异的性能,据称其飞行的最高时速为3马赫左右。 这比我今现阶段装备了任意一种战斗机还要快,而且还具备更强的隐身性能。 估计是和美国的GAT计划战机一样,采用了五尾一部局。 机载雷达也使用了新型的泰赫兹雷达技术。 这种新代念雷达相比传统的有缘相控阵雷达,具有更强的探测距离和锁定距离。 对于隐身飞机同样具有超远距离的探测效果,也就是说一般的隐身战机,是无法骗过我六代战机眼睛的。 关于中国六代机服役的时间,可能是在2030年代中期,和美国的节点差不了多少。 英日的六代机差不多也是2030年代,因此到2030年代,克空军强国战斗机的发展,可以得到一个跨越式提升。